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林子彤 现在和大家跟进 内地和本缸股市中复收市的情况 先看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纵合指数中复收市升7点 中复收报3081点 深淨成分指数半日升24点 中复收报9949点 湖深300指数半日升到16点 中复收报3643点 创业板指数升11点 半日收报1968点 至于港股方面 恒指半日升到123点 中复收报17763点 国企指数升42点 中复收报6092点 科指就升27点 中复收报3839点 大市半日成交只有337亿 这次和大家看看上午的一些新闻 先看税银一份大安报告 调低了斯摩尔的目标价一成 由9元降到8.11元 维持一个买入的评级 税银说斯摩尔第三季收入增长大致符合市场预期 但经营成本增加令利润差过预期 不过受惠于欧洲势头强劲 加上内地在监管下需求正常化 以及成本控制的关系 仍然看好公司收入持续复苏 他们又相信美国当局之前 六款电子烟产品发出一个营销拒绝令 只是会有短期影响 并且预计之后有机会获批 基于第三季业绩 他们调低了公司收入增长预测 以及调整了2024至25年的销售和管理开支预测 最新目标价反映了 今明两年的预测使用率大约是21至22倍 波斯摩尔继续升至3.6% 中央收入6.18% 和瑞银暂时目标价都有一段距离 另外看941 今天大家关注着很多央企都是增持 或者是回购股份 中移动都在这个行列里面 A股也升至3% 不过港股的升幅没有A股那么显著 半天升大百分之0.7% 公司计划大手采购华为最新款手机 同时母公司宣布继续增持股份 获得劝商长好 看一份通告 中移动说 母公司将会继续增持股份 并且在年底前就会完成这个增持计划 母公司在2022年1月21日以来 已经积资15亿增持2600多万股 中移动A股 若占已发行A股的股份总数大约3% 目前已达到增持计划下限的五成 重新会继续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增持计划 并且将涉资大约14.86亿人民币 去到34.86亿人民币 之后看完 来到10月17日 还有不够一个月 就是双十一 据南华早报引述阿里巴巴旗下 淘宝直播公司公告 双十一救物截前夕 淘宝直播将在10月12至23日 派发10亿人民币红包 去吸引消费者 另外京东亦有消息说 以真片而为主题的 京东双十一促销 将在10月23日开启 大家除了要关注他们的成本之外 因为派发大约红包 还要看双十一的销程 如果销程不理想的话 可能都会影响股价表现 再看9.118 暂时来说 仍在81.9毫半 暂时弹得1%也不够 再看96.118 京东 半日弹到大约2% 105.6 大家都要看大约 最后看内房股方面 2007 又是有债务违约的风险 有些报道说到 碧桂园如果未能在30天的宽限期之内 在星期二结束时 之后支付1,500万美元 折合大约1.178万港元的利息 他们全部的离岸债都会被视为违约 并且会引发其他债券的交叉违约 过去几个星期 碧桂园还有几笔离岸债 是未按时支付的 不过仍然处于30天的宽限期之内 之前公司的主席 已经卖私人飞机 为公司囚集资金 但不知道这些债券 会否引发违约的情况 大家要跟进 这节跟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会见